咱们换上正装看看效果啊 毕竟是金表配正装还是很搭的 万表流行力天书记得记 大家好 我刘行力 今天我们开下两款全新的表款 欧姆加海马300金刚款和青春金款 表友们最关心的是万表的使用成本 比如保养成本意外受辞所产生的麻烦 车友跟表友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是对保养成本的接受程度 绝大多数车友觉得保养是例行的 而很多表友则指望着万表升值 所以保养费用直接导致万表价值的节省 这种想法虽然不是全部万表消费者的想法 但可见多数人对万表的期望值有多高 像欧姆加这样大格局的品牌 把这些想法都考虑到了 五年的保修 超长的保养周期 防磁防水 精准而且耐久 就拿同轴勤重来说吧 同轴勤重 就是把勤重系统的滑动摩擦变为滚动摩擦 大大降低了对润滑的依赖 你见过给铁轨上游的吗 海马300全部使用了8912制真天文台机芯 满足这个标准的机芯 首先得防磁 欧姆加给这些机芯配备了硅油丝 防磁达到了15000高四 整个手表可以说免受磁了 无卡度油丝制真天文台的机芯精度 又比天文台高一倍 所以你也没必要每天掐着秒针计算误差了 在上手感觉方面海马300贴合手腕侧面线条 简洁大气有大牌腕表的风范 大牌的汽车越高级线条越简洁 青铜腕表难免会在手上留下铜锈污迹 但欧米加这款青铜金不会因为它是金 这款青铜金腕表整枚表壳和表扣都是青铜金 这种青铜金富含多种贵金属元素 但是不能吃 在色调上呈现出一种柔和的粉色调 介于欧米加特有的蒙扇18K金和赛德纳18K金之间 戴上很自然跟没戴似的 要是跟没花钱似的就好了 不过相信买这种表的人经济负担也没那么重 关键是这种副武馆的腕表光而不要 不分散你的注意力 让你专注做大事创造财富 全新的海马300继承了原型表款的设计精髓 很多爆款手表用的都是整体式设计 欧米加也不例外 而且它的原型早就是整体式设计了 比某树某螺还早一代 表壳是41毫米 目前算是运动表款里比较百搭的尺寸了 运动表推荐的直径是38到44 正装表是35到40 皮质表带配备了新型表扣 表盘是青铜的 深宗色调 做旧工艺让表盘有一种铜绿色泽 也是青铜金的调和色 很养眼 全新海马300用了三明治表盘的设计 底层是复古风格的 Super Luminova夜光图层 顶层盘面楼刻出小时刻度和数字石标 数字石标采用了复古风格的阿拉伯字体 这风格60年代的早期海马300万表就用过 所以算是复古致敬的操作了 金刚款上再次使用了此前广受欢迎的 棒棒糖形中央指针 指针尖端有Super Luminova夜光图层 表链是金刚的复合打磨工艺 表扣抛光打磨 全新表盘的尺寸是30.4毫米 以前的是29.5毫米 镜片是拱形蓝宝石的 更显鲜薄 追星表冠跟万表的鲜薄风格很协调 全新海马300的开箱就先聊到这儿啊 一键三连留言互动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再见